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贺雅花油香 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有超棒的湖景 就是它湖景超厉害 然后房间的话属于比较简单 然后它比较属于有一点点历史的饭店吧 但是但感觉整体还不错 然后服务人员超级亲切 就我们一到 然后马上就有服务人员出来 然后帮我们提行李 然后就是都很客气很亲切 笑容很棒 然后房间的话 我们订的是双人房 然后加床 它有一个木地板空间 然后是可以加一张合适的床 然后这里一个优点是它是属于赫雅集团的 赫雅集团在阿杭湖有好几间饭店 然后这间是属于比较平价一点的 我们这样一瓦大概快六千块 它这里自己也有它的温泉 很棒的一点是它可以去使用其他馆的温泉 就是赫雅Wiz跟赫雅油酒之礼 它的另外两个比较高级的饭店 但是它们的温泉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它这边每30分钟就有一班接驳车 然后可以到另外那个馆去泡温泉 然后那里的温泉非常厉害 它有就是有顶楼的户外汤屋 它是男汤跟女汤是就是一楼跟八楼 然后它是时间会互换 就可能早上是男汤在楼上 女汤在楼下 然后到晚上就会交换 然后每个单双日不一样 这里的早餐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很不错 它是煮比较精致型的 然后它会先让我们先点主餐 然后主餐有牛肉跟鲜鱼两种 都很好吃 然后除了煮餐一份一换 然后还有自助吧 然后还有每个人就是 它会有一个小火锅 那是算什么锅 豆腐 对味噌豆腐锅 然后那汤很好喝 然后早餐的餐厅望出去也是就是 就是湖井很漂亮 然后它的早餐也是都会用成一份一份一份的 很精致 然后也是有生鱼片丼饭 然后还有吃到蛮特别的是那个什么 鱼鱼卵吗 就是连在一起 吃到那比较特别 对还有那个明太子 然后还有也是有很多精致的小店 这边的位置的话 它是在那个阿汉湖观光码头的正旁边 外面看出去就是码头 所以湖井很漂亮 然后对面的话有一间药妆店可以采卖 然后在走路大概三分钟就有LOSOM 所以也算蛮方便的 但至于主要的那个爱努村 就是商店街的话 大概走路大概五到十分钟 也不会很远啦 但懒得走的话可以搭那个赫雅的接驳车 也是三十分钟一般 对 我觉得地理位置还算还不错 再来我们要去哪里 再来的话我们要去鹤居村 看丹顶鹤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